他在公司 工作室 都常常全裸 那你現在脫褲子給我看 你可以嗎 可以啊 你要看 他在幫你啊 他在幫你啊 他在幫你幹嘛 還是很難 刪掉那個畫面 你幹嘛看啊 你有沒有後悔 也不會啊 很敢在別人面全裸吧 我會啊 為什麼 我都在公司 工作室 都常常全裸 穿一點紅內褲 穿一點紅內褲 而且有時候換裝啊 換裝就拍攝換下一套 我就直接在大妹前換 然後工作室是有男有女嗎 有男有女 大家都習慣了 我之前不是那個嗎 有那個鴿包皮嗎 對 然後他們吵架看影片 女同事啊 我也給他們看 沒差 然後他說這是學術研討啊 哇 你好正面喔 真的假的 所以你現在脫褲子給我看 你可以嗎 可以啊 你要看啊 確定 我可以看啊 你可以看 那你去脫啊 快點 沒有 你就站這邊 你會決定嗎 然後背對我們 你會決定嗎 你會決定嗎 你不是 沒有偏側感嗎 對啊 只有強強看過而已 那你是第二個 你太太太兇了 我也要看 你不要拍到喔 不要拍到喔 那你真的 那這麼兇啊 我這個角度其實看得到 你不要再看就幫你喔 我可以 那我現在幹嘛 為什麼要這麼大 你已經看完了嗎 你們是不是 看完了嗎 我 快嗎 我給小椅子寶貝看 我寶貝 寶貝 寶貝 想都沒想過 所以你們也不會想看是不是 不會 我不想要留印象 所以我才覺得 如果別人在我面前裸體 我以後看到她的人 我就會想到她的權利 我只能看熟的朋友的 我沒有辦法看陌生人的 但妳可以給別的 妳的姊妹 對 我唯一就是我覺得 我最沒邊界的地方就是 我很可以看別人的身體 跟給別人看身體 然後也可以摸我都沒問題 摸我 對啊 妳說女性朋友而已吧 對 女性朋友 男性這樣不太行啦 可是妳是說什麼來摸我嗎 就是比如說大家好玩的時候 比如說一起出去唱歌啊什麼的 我的閨蜜們 妳怎麼會 我就說 妳今天穿什麼這樣 我就超不能這樣 我也很可以耶 對 可是我們在化妝間 然後我在換衣服 他們就說 老闆妳的胸型好像還不錯 我說捏啊捏啊 對啊 然後他們就這樣捏 我說那我也捏妳了 然後就一直在化妝間 妳也捏過我的啊 我們在這裡啊 妳也捏過 對 有一次 我也有 我很喜歡捏女性的胸肌 因為住感很好 對 可是我覺得我的邊界感 是來自我以前太沒邊界感 所以我漸漸地 這樣訓練自己變成現在有 妳有吃過虧是不是 吃過很多虧 有 牡羊座一定要的啊 我們真的太 腦子有時候也不好死 對 因為小時候就是 剛出道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分困啊捏不好 然後就覺得直爽 就是我真性情就OK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當時的經紀 好像講出來大家就照相 就是以前的經紀人 他就比如說 看到很多人送禮給他 然後我就會直白地說 欸 姐妳為什麼有這個 那不是我們那天拿到的東西嗎 他就會微微地笑 我說到底為什麼妳有 趕快跟我講 我就會很白目的不知 原因是如何 然後最後他終於忍不住 他就說 然後類似這種很多事情 堆疊之後 我就發現 就是有時候講話要謹慎 然後因為這樣累積 我就那個時候 就還被冷凍什麼的 然後後來可能出道時間久了 不喜歡被人家 還是很難 伸掉那個畫面 不是 他也在講話的時候 我腦子會覺得 對 你也看到嗎 對 你也看到嗎 對 我們也這樣 我們兩個同時看到 我就不行 我就沒辦法這樣看 我幹嘛看呢 我剛剛開槍起來 六除毛 怎麼會這樣 你有沒有後悔 也不會啊 就沒感覺 叫寶貝更不會害臊了 對 就一家親啊 四海之內一家親 孫寶 對 太寶 所以妳從很早開始就知道 講話不能再這樣子了 對 然後而且因為 我很不喜歡被人家當成 茶餘飯後的話題 就是 因為小時候 你就帶到多少好朋友 牡羊座個性就是 我其實還滿直爽的 我真實個性 牡羊座很直爽 對 然後大家就 可是當你 譬如說我們今天聊天 就說 S姐那天穿那天衣服很漂亮 然後可能就這樣隨便講 隔天你就會聽到他們說 那天 艾亞說 S姐那衣服很醜 我也有張背心 就是 有區域的話嗎 對 就會唸有區域 為什麼 我跟你講這就是最可怕的 社交的場合 可是不是妳的問題 是那個人的問題嗎 有的時候你不是那個意思 然後人多嘴雜 他們就會轉述 然後到那個當事者的 對 轉述很恐怖 對 就這樣一轉一轉 然後就下一次你就會 因為我比較敏感 然後就會發現 可能S姐看我的時候 有眼神帶了一點兇狠 我想完了 我是不是講了什麼 被她知道 我們又會想很多 對 還是說妳真的有講我飯話 沒有 從來沒有 說孫生不是在路上 就是在女生的大腿上 就是任何女生的腿 你都可以躺 好像比較好睡 百人斬啊 才九十幾個而已 一百個愛愛的人 找不到一個愛的人 說妳是一個超級愛遲到的人 我已經這樣方明遠過了 可是那是 比較十年前的事了 現在全新的文章是 不不不不 孫生妳即使不是工作 妳私下跟朋友約的時候 也是愛遲到嗎 私下遲到的事是 小遺情啊 就是遺情 請問小遲到大概 大概是多少時間 我覺得大概十分鐘 十五分鐘內 還算可以接受 所以如果你跟 你約了一個女生 然後約下午兩點 然後四點才到 你可以嗎 這很扣分 這整個都是軟掉的 孫生她這個人的個性 到底是怎麼樣 我記得 是有一句話怎麼講的 說孫生不是在路上 就是在女生大腿上 現在是這樣子 怎麼回應 你說這是流傳在民間的一句話嗎 對 流傳民間 對 好像是 對 然後你躺在 就是任何女生的腿 你都可以躺 我看比較好睡 問題是那些女生 不會這樣把你弄正開嗎 當然是躺這個熟悉的人 比較熟悉的人 但是只限 只限躺女生 因為男生的那個腿 可能比較粗糙一點 你還有真的 太粗壯可能 或者肌肉太硬是不是 對 你喜歡軟軟的 有毛不舒服 什麼 又不是超褲子 拜託 你會罵女生嗎 呃 有時候 男生在工作的時候 比較焦慮的時候 他會 一直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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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然后你呢 你会说什么 别查 对 就是闭嘴 比快了 他讲英文 他又会讲英文 他又讲说 不太会骂国骂 所以女生什么情境会让你真的生气 什么情境 就是偷吃被我发现 蛮爆炸的 可是我隔天又好了 又更加 跟他合法 对啊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 犯错没有什么 哇 好宽扰 五遍男生有发生关系吗 我觉得有啊 但是不要情感出轨就好了 他可能也是 这个鬼迷心窍 是不是你自己在外面 也都是跟很多女生 对 以前是 你以前同时可以多少女生 大概很多个吧 有超过十个吗 以前金丁旺盛的时候可以 诶 诗杰他现在也是好吗 你们都认识跟他很熟吗 唉 这个谣言止于自责啊 可是你自己做十年前 你确实是那个啊 真的喔 对啊 你说什么 有朋友被他约过啊 哇 然后 节目破口来了 百人展啊 10年前你到百人喔 没有那么多耶 其实为什么没有那么多 才九十几个而已 不是 不是 新闻 不由方便标题你知道吗 所以九十九个都是有 真的是 就是到底的那种 到底 没有啊 因为搞不好 一百个爱的人 找不到一个爱的人 所以我的意思 哇 什么名言啊 可以说到你主要名字吗 对 一百个爱爱的人 也不一定找到一个爱的人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几个人 全部都是 就是 全雷达 对 全雷达了 没 就是说 艾莎冬洞中有十道过吗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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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天赶紧